早安 太晚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大 要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 笔记本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不知道节目进行的此刻 我们的高中生 我们的国中生 我们的国小生 是不是也一样很辛苦的在学校早自习呢 但是这个消息 这个礼拜好像有了变化 怎么回事啊 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高中老师 黄一中来到节目当中 跟您来探讨 孩子们每天到底多早要到学校会比较好 然后最近因为这些情势有了很大的变化 来我们先欢迎黄一中老师 老师早安 主持人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早 是 好 这个这么早的时间 对你来讲应该不困难了 困难困难 老师那么早去学校陪孩子们念书 这不是天经地义吗 陪不是问题 可是问题是陪要有效率 有效率 我们先把这三个字框出来 等一下最后再来回头看 有效率这三个字 我先跟黄老师借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来讲一讲这个新闻 台北市的成功高中 当然就是这个礼拜一的时候 这个联合报的头版头告诉我们 他宣布取消强制早自习 废除招会 还有从这个学习开始 一开始开学的当天就要开始实施 学生只要在八点十分到学校就可以了 然后呢 事隔一天 我们的教育部长潘文中 他立刻宣布 从今年的九月份开始 也就是一百一十一学年度开始 在全国的各高中 要落实这样的制度 就是规定各高中第一节课 八点十分之前 不得要求学生强制到校 也就是禁止考试等活动 鼓励学生自由学习 好 教育部也正在跟各县市政府讨论 预计三月就会公告正式的方案 我先请教黄老师 当这个消息一箭报的时候 我猜了 因为我离开高中校原来很久 我觉得这学生应该是欢声雷动吧 有吗 没有到欢声雷动的 应该是乐观其成 为什么讲得那么平淡 对你们大人来讲 好像觉得 可是其实对现在的高中生来讲 其实这件事情本来就已经缓步在做了 其实几年来 因为其实你知道希望学生延后上学这件事情 让学生税薄一点 这件事情其实大概从2016年开始 大概蔡英文总统上台以后 其实就有类似的呼声就一直都有 甚至你知道我们不是有个国发会不是有个联署平台吗 5000个人联署就政府要回应 关于这个延后上学这件事情 其实已经有两次联署了 就等于第一次联署 然后教育部有一些政策 然后又进行第二次联署 显然第一次联署是 教育部的回应是 他们这个平台是有不满意 那目前现行的 我们要讲现阶段 台北市来讲公立高中的规定 基本上我们是说 一个礼拜有两天 本来就可以大概八点到校 本来就已经有两天了 然后还有说另外一个就是说 至多一个礼拜至多只有一次的招会 以前早期可能招会有两次或几次 然后现在就说一个礼拜至多 至多一次就是说 其实很多时候也没有开招会 所以其实所谓的松绑这件事情 其实已经这些年来陆陆续在做 那私立学校我不知道 因为私立学校它自己的特殊规定 但是公立学校因为一般我们要 因为教育部已经发了很多公文来 所以公文来我们到校学校就会照做 所以当大家看到这礼拜的新闻说 什么要一律 那当然就是又更进一步了 比如说现在变成就是 今年九月开始 就是一律都是八点十分之前 然后早自习都取消了 那当然就又我只能说那就是更进 所以我刚刚讲 对学生来讲就觉得乐观其成 不对啊 那家长呢 因为我知道是有些时候 这个家长要送学生去学校了 那家长看到这个规定的时候 我看到我在脸书上看到我的朋友了 他说都没有在考虑到家长的这个作息吗 我们要早一点出门上班就要早一点送孩子去学校 现在这么晚 这边解释一下 因为其实你知道这两天啊 这两天网路上啊 就真的就是大战 两派大战 老人跟年轻人就真的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网路上就吵起来了 就不同的那个世代有不同的观点 你看看主持人提到 你的朋友可能是属于比较被归类在家长那一派 然后他就愤怒 可是我这边也要跟这些家长报告就是说 其实这件事情 他的政策是说 不可以要求学生8点10分以前强迫到校嘛 学生最晚是8点10分 就第一节课开始的时候他到了 那如果你要提早到是OK的啊 我就没有说你不能提早到 所以家长原本有接送 因为有的学生他自己来学校 可能无所谓 可是有些家长他是要靠家长接送 他要先来学校嘛 那如果你还是维持在7点半 把你小孩送到学校 OK啊 因为没有说不能进来 你一样小孩是可以自主在那边自齐啊 只是说全班强迫要自己迟到的时间是8点10分 所以我觉得大家有点误解 好像是说变成是说 他们可能一节一别是说 那以后我提早7点半送到学校是不行 那欢迎啊怎么不行 原来如此 哦好大家误会了 又有这种说法是说 那这样是不会危险 因为学校那时候人少嘛 这个本来就是我们学校的责任 我要讲的是 即便你同学有7点到校 其实有些小学生 我知道有些更早 那家长可能因为工作时间的关系 可能7年就把小孩送到学校去 那小学那个本来就比较安全的情况 那个本来我们学校的 就是我们这些校务人员 本来就有负责安全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 所以那我们到时候 到时候的情况 因为情况不太一样 那到时候如果说 早上的可能7点或7点半到校的同学 如果不多的话 也许我们也可以集中在 比如说在图书馆或是自习室 然后大家可能待到8点的时候 再一律回到他们原本的教室 所以我觉得家长担心说 接送这件事情其实是大可不必的 了解 好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志平为您邀请到高中老师 黄奕中 他去学校上课之前先来上节目 可是很重要就是 我们讨论到高中校园 即将开始就是有这样一个 算是变革 算是一个变革 坦白讲 我听说老师多年前就已经写过文章 倡议这件事情 所以当然老师的立场是赞成 不要再太早就强制到校咯 没错 其实我很多年以前 而且我在自己高中也教了一二十年 我一直都认为 这个强迫学生找起这件事情 找到学校本身就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为什么 过去我们可以说 因为要求他们早自习来学校 七点半到排考试 其实就是叫他们考试 可是其实我们后来也知道 这个政策 这个其实违反政策的规定 本来早自习就不能排考试 后来不能排考试以后 你强迫他七点半坐在那边干什么 就是一翻两瞪眼 很多学生脑子就坐在那边吃早餐 睡觉吃早餐 可是这种其实不算是教学行为 他要睡觉要吃早餐 他可以大可在家里吃饱 睡饱再来 你强迫他 同学我们一律七点半来 然后通常在这边照眼前吃早餐 跟睡觉给我看 然后待到八点 请问这半小时 我看不出来他的教学意义何在 哇 那这样跟我年轻的时候念的高中完全不一样 怎么说 我高中是大概七点钟就要到校 可是你们七点到校干嘛 乖乖坐在那边跟我K书被英文单字 可是他肚子饿怎么办 我在家里就应该把早餐带来 要不然是我在家里就要吃过早餐 所以你要更早 请你可能六点以前就要去 对啊 你不知道吗 那你这个东西就是工业化的标准 就是说我们用一套标准 好像说把人当作机器 说我设定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 可是每一个人的生理 我们人不是机器好吗 而且每个人的学习状况本来就不一样 还有每个人的生理时钟也不同 当然 大家我们过去都有被一个习惯讲说 什么早睡早起身体好 早起的鸟儿 早起的鸟儿 我要讲的是早起的鸟儿被鸟吃 其实这样 你知道我们讲这种延后上学不是乱讲的 因为睡饱这件事情 其实不是好像说 因为你们自己想要什么 晚睡晚洗 其实有科学根据 为什么 我今天手上这一本 就是说为什么要睡觉 《远界天下文化出版》 这本书是畅销书 你知道这是一个美国的睡眠学家 他写了一本书 其实里面提了很多科学的观点 我们不是用文的观点 我们是用理工的观点 你知道其实青少年跟成人的 睡眠的生理时钟是完全不同 大家可能只知道一件事情 小朋友 婴儿要大量的睡眠 这个大家都知道 可是其实大家不知道 青少年的生理时钟跟大人是 完全不同的 那该怎么办 他们专有的数据叫近日节律 你知道我们睡觉前 我们都会释放出一种退黑机 然后有这个东西 这个讯号 可是这个讯号的释放 其实大人跟青少年是不一样 大人的青少年的释放讯号 其实我刚刚讲这个退黑机的释放 其实比大人要晚一至三小时 也就是说可能十点的时候 大人不是说小朋友该上 同学小孩子 大人就跟小孩说上去睡觉 这个十点是大人的节律 大人的生理时钟到了 可是其实小孩子的生理时钟 可能要到十二点或一点 才是他的生理时钟 所以十点你强迫到睡觉那件事情 你基本上他是睡不着的 我这个贵儿哭了 这很妙 所以那同一样的道理 那因为大人八点睡 十点睡 可能你觉得六点起床刚好 八小时或已经睡很饱 那我刚才因为生理时钟不一样 所以小孩子青少年他睡的时候 他其实一点可能才真正入睡 结果你六点就叫他起床 那实际上他其实 那时候还不是他的生理时钟 所以这个就是 你就回推一个道理 就是说叫一个小孩子 青少年六点起床 这件事就相当于叫一个大人 早上三点四点给我起床 诶 各位大人 江青米奇 今天每天叫你六点 就每天叫你三点四点起床 你受得了 你受不了 你一定睡不饱啊 睡不饱 然后再来这本书 我刚刚讲为什么要睡觉 还提到第二个观点 就是说 特别在青少年的时候 睡眠是有助于记忆的保存 睡眠有助于记忆的保存 对 因为我们人体 人的脑其实跟电脑有点像 我们在我们的前面额头 这边有个叫海马回 这个海马回 你就想象成是电脑的那个Dram 短的那个记忆体 Dram就是它的储存 但是它的储存量比较少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人的后面 大脑后面有个叫皮直层的地方 它有点像是电脑的硬碟 电脑有Dram跟硬碟 所以Dram是短存 长存是放在硬碟 同理可证 我们人们每天学的这个东西 短存是存在我们前面的海马回 这类似Dram 可是这个东西在睡觉的时候 充足的睡眠的情况下 它会把这个记忆移到后面的皮直层 就是类似我们的硬碟 所以充足的睡眠 特别在青少年阶段 除了身体健康以外 它的学习记忆保存是很重要 而当我们用这种方式 破坏了青少年的 那个睡眠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把整个生意 始终打乱的时候 它根本学不进去 所以这个也印证了 我过去很多年 在高中发现的一个经验 有那种同学 女孩很善良很可爱 然后考试 怎么考分数就很差 很认真 他隔壁的一个男同学 可能就很混 可是爱爱念不念的 可是那个同学 每次跟他跟女生两个 考出来的成绩 差不多 大概就差不多70分左右 那个女生就很伤心 他就跟我说 老师其实我真的很认真 他买买买买买 对 他是我昨天熬夜读到两点 读你的公明我读到两点 然后今天考试 结果隔壁那男的 昨天也不知道干什么 也没读 就是睡得很饱 8点就上床了 对对对对对 结果他今天考出来的成绩 而且不是一直一直 那为什么会这样 那个女生 因为他没有睡眠 他熬夜熬到两点 他早上六点就起床 他一天可能只睡4个小时 加上中间无睡 要顶多一天睡5个小时 所以关键在有睡眠 要充足的睡眠 充足的睡眠 对 他那个记忆才有办法 累积跟保存 所以相反的 当我们用这样的方式 要求学生什么 很早来学校 然后可能要前一天 可能又很晚睡的时候 又可能为了考试 或什么的时候 其实我做过调查 你知道 我做过我们高中的调查 来来来 睡眠时间的调查 是 一天 我就问他们说 一天能睡多少 大概绝大多数的学生 超过一半一天 只睡6个小时 一半的学生 一天只睡6个小时 那是不够的吧 绝对不够 然后能睡到 一天睡到8小时的 是真的大概顶多一成 平均大概是7小时 6到7小时 就是青少年这阶段 对他们讲是 生长还有学习 最重要的时刻 结果他们平均一天 就是睡6个多小时 这个真的是听到就很心酸 难怪他睡眠都不够 然后他们就很认真的 想要学习 可是问题 我刚才讲 因为记忆保存 就没办法保存到 所以整个效率就变得很差 所以我们这样来看 往回推 如果说 老师你刚刚所说的理论 当然就是被专家们 所研究出来的结果 OK 也这样做才是对的 我们现在高中开始实施 这样一个所谓的 8点10分之前 可以不用提早到学校的制度 可以让学生多睡几分钟 甚至于可以多一点休息 对于提升学习的效率 反而是很有帮助的 对 其实我们回到这一本 为什么要睡觉 其实我们做过 大规模的科学实验 就是延后上学这件事 他用的例子是 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叫一代纳市 他们把青少年 原本第一堂课的时间 从原本的7点25分 延到8点半 到一个小时 这些学生因为延后 所以一年下来 他们自称学生 平均多睡了43分钟 OK 多睡以后 我们就要看到学习成效 他就调查这些学生 他原本的语文 SAT的语文项目 第一年是200 605分 因为第二年延后上学 多睡了43分钟 第二年的分数 从605分提升到761分 SAT可以从这样跳很高 然后数学 同样的数学也是 第一年是683分 到第二年变739分 所以这个很显著的 就是说 让他们多睡觉 结果语文能力 跟数学能力都跟着提升 就是道理就在这里 很简单的道理 我突然脑海里面有个画面 也许现在常常在 一般家庭里面发生的 到了晚上12点的时候 妈妈或爸爸 就会告诉自己的小朋友 夏之平 赶快早点睡觉 上床了 不要再打电动了 赶快上床睡觉 对对对 这件事情 其实对家长来讲 要先思考 好 你可能要让孩子 再晚睡一点 没有关系 因为这是专家的调查 当然啦 他如果晚睡是为了打电动 这个跟学义成交无关 可是我刚刚讲 如果只是强迫他 一昧的强迫他早睡早起 这件事情 你破坏了他的生理的节奏 破坏了他的学习规律的话 其实从效率来看 你的小孩可能花了很多的时间 可是他的学习却是事倍功半 好 那这个是高中生的一个标准的 调查结果就对了 那大学生有吗 大学生根本就没差 大学生已经长大成人了 所以我想 学习这件事情 真的是自己的事情 对 所以你不能老是用一个 工业化的标准去要求说 好像按照这样的规则 我就跟你讲 如果真的早睡早起 就可以学习成绩最好的话 那农村的小孩 应该是成绩最好 因为农村只要攻击题 他就会起 然后因为晚上也没事做就关了 我讲的是最农村的农村 可是事实上你看到 如果看学习成绩来讲 显然不是这样 所以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规则 其实我更主张 我当年写文章的时候 我其实还不只是主张八点到校 我是主张九点到校 九点 九点是 就直接砍掉一节课 就是说第一节课也不要上了 就是一天 因为你知道 根据调查 我们调查过全世界各国的 中学的上课时数 你知道上课时数最久的国家 是哪一个国家吗 你不要告诉我是台湾 哈哈哈哈 没错 我们中华民国台湾 占据了第一名的宝座 下回 真的 哦 台湾一天 在谁要从早上八点 待到下午四点或五点 这个八九个小时的时间 基本上是到五点的话 算九个小时的话 是世界第一 临近国家跟我们类似的 就是像中国啦 中国真的跟台湾一样 可是如果看日本的话 日本只有七个小时 哦 那那如果看到像欧美的话 美国是六点五个小时 那我就问各位一个问题就好 好那你台湾上课时间 全世界第一嘛 所以怎么样 你的学生 GDP有没有最高啊 后面就不用 奥运有没有都拿金牌啊 之类的 所以这个 这个跟我们讲 而且我刚刚讲 那个台湾学生一天 在学校待九个小时 包括补习班 对 我跟你讲 我在念国中高中的时候 一三五补英文 二四六补数学 其中呢 礼拜天要去补理化 还有一二三四五六 有一天也要拿出来补理化 现在也是差不多这样 你知道学生一年 每个学生贡献给补习班 学费都好几万 哇哩咧 其实很基本 现在你在学校 像比方我们公益学校来问的话 每补习反而是少数 如果有人是来补公民多好 是也不用 你说 你就听到 你觉得很心酸 所以我说 我当初的主张是 甚至可以砍掉一节课 其实砍掉一节课 大家听得好像可怕 其实没有一个礼拜 一天上七节或八节 真的太多了 真的真的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 志平邀请到高中老师黄一忠 来到节目中 为您探讨这个话题 各位 连续两天的媒体的头版头条 大家都关注 就是高中生提早到学校这件事情 恐怕要成为历史了 因为现在重新开始演绎 这个八点十分之前都不必来到学校 没有那个强制性了 为什么呢 很可能 这个提早到学校以后 大家也是大眼瞪小眼 因为也不能考试了嘛 那这个不如就在家里 让孩子们多睡一点时间 可是呢 刚刚王老师告诉我们 这个专家的理论 这本书 这个为什么要睡觉 告诉我们说 其实孩子跟大人的生理时钟不同 所以当你自己觉得想睡觉的时候 家长们 你自己想睡觉的时候 你不用跟你的孩子说 嘿 夏之平 上床睡觉了 不然明天怎么早起 你逼不过人家早起早睡 早睡早起 很可能这个 反而人家学习数字不好 这个难怪 难怪我考不上台大 现在讲这个有点马后炮了 那我要成长我自己一下 为什么当初可以考得上台大 就是因为我都晚睡晚起 你真的刺我两刀 但是我只能感谢我的母校对我真的很好 我的新竹高中 新竹高中是本来过去的管理就是一个比较站在学生角度去想 所以我们那时候高三的时候没有晚睡但是一定晚起 早上可能第一节第二节课都要么就睡觉要么就没来 可是我们的学校的老师很包容 他知道这些学生他早上排在那边睡觉是因为他昨天晚上晚睡 因为他可能不说什么 老师们知道学生的状况 他尊重学生的这个所谓的他的这种生理节奏 所以反而在成绩上的表现 我自己认为我在高三那一年的表现是真的还蛮不错 所以真的是这个新的规定开始实施之后 我们可以期待孩子们将来在学业课业上的成绩的表现 应该是会比较好一点 按照科学的数据来讲 当然前提是你不能说你晚睡都在那边打电动 教长跟我说晚睡是我成绩更差 我刚刚讲的是说每个人的学习的节奏不同 他的生理时钟不同 我们不应该硬性的用一条线画出去说 大家一律要早睡早起 这个东西是违反了生理的规则 也违反了这个人性 在这个原则之下 当然就下个学年度忙又要来咯 虽然他刚刚开学 老师这样子好不好 利用这个时候 我们给全台湾的高中生一些建议好不好 如果这个制度开始实施了 在学习上你可以做哪些事情 当然也许你一边要符合自己对自己的期待 一边要符合老师跟家长的期待 你要做到什么呢 这个学生们 我觉得你身为学生 你要清楚你在做什么 清楚你在做什么 不管你今天想要做什么 因为有些学生可能他真的就对读书没兴趣 对数学他就是不通 但是我想天生活才必有用 每个Lindo他的专场在 你去找到你最有兴趣的那个学科 可能他真的很会写作文 那国文也许很好 或者是他可能像我们公民 可能他就是这一方面 他就是很有天分 那当然数学可能真的来讲 他学习挫折力很大 可是不要因为一时一颗两颗的挫折 就全盘否定这个教育的制度 没有我们还是 我们现在这个教育制度 基本上也是工业是化社会遗留下来的 虽然我们就慢慢的改进 但是基本上他还是结构在 所以不可能说 但是你不可能说一次就整个就改掉 那就通通都不要宣布上学时间 任何人想要随时来都可以来 那这样也会天下大乱 所以我说这个只是一个折冲的结果 可是重点是身为高中生或是国中生的你 你要知道你在做什么 你很清楚的知道 你有在学习 这个学习不一定是大人所规范的那一套 可是你清楚的知道以后 那你可以跟你的老师 或是跟你的家长进行沟通 让你的长辈知道说 你很知道你在做什么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 因为人的路很漫长 也不是说考试多了不起 会考试好像就很好 不是那个意思 所以我跟你讲 但是你要让大人看到 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 我觉得这个东西 很多大人会担心 看到学业成绩考的很差 就会觉得说 他的小孩或是他的学生 好像达不到自己的方向 可是相反的 如果其实你有自己的 很清楚的一套方向 你只是在学业成绩上 这个不得已的这种工业科目的考试上 这不是你的擅长的时候 那其实无所谓 因为你一定有你擅长的部分 而你要把你这个擅长的部分 清楚的展现给这些长辈知道 那让长辈安心 就不会整天盯着你的那个考试 不要盯着你的数学成绩 盯着你的国文成绩 我觉得这个过程 这个沟通的过程 是我们在作为一个青少年的学生 我觉得目前来讲 现阶段应该是最重要的事情 对耶 这个青少年们 我们的听众 当然如果各位听众 你可以转达你自己的孩子 也可以用很理性的方式 去询问他 一起找出那个方向来 然后用一些诱因 这些动机 把他的学习的动机激发出来 我相信每个孩子都会有一个很灿烂 很不一样的未来 像我们自己都出社会那么久 我们看过 在以前 因为我们以前念国高中 没办法就只能比成绩 你看我们出社会那么多年 对 你看到那种真正 真正在社会上你做得很好的 其实你会回去看到以前的成绩 根本就真的就不行 可是在那个年代 如果你因为他的成绩考得很差 你就直接去打压他 去歧视他 去批评他 否决他 那他后面就不会有后面那些璀璨的人生 对 真的是如此 真的 好 这个讲到教育这件事情 真的 我发现每次黄老师来的时候 都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希望 真的 欢迎以后老师常常来上节目 OK 好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高中老师 黄一忠来 这个早安台湾节目中 跟大家的分享 其实啊 早自习废除了之后 或者说是这样一个 根据什么理由来废除早自习 这些个做法 其实很有讨论的空间 我们也乐见这样结果来实施 非常谢谢老师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 谢谢大家 好的 当然了 跟老师聊过天之后啊 我们也看一看 回头看一看 今天的这些新闻 当然 今天的两份财经专业报纸上面告诉我们 最强的撒手键出现了 这是金管会的狠招啊 要炒断房金流 这个调高银行 不动产 受性风险全数 无大项要拉高一到三倍 这可以说是重极了建商跟投资客 对于炒房这件事情 相信从去年以来有好多好多次的这个绝招的出手 当然效果好像都是有限 但是呢 最近真的是找到了一些这个切入的点了 所以呢 我们也希望这个房价 当然也许这个合理的上涨 大家都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太标高的话 大家买不起房子 恐怕民怨会更高啊 好的 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 今天是礼拜五嘛 所以也建议大家 可以的话 赶快规划一下周末的这个行程 然后呢 接下来这几天都是阴雨天 也呼吁大家做好保暖 OK 也谢谢大家 祝有愉快的周末咯 跟你说拜拜 下周见 下周见